这个是我妈在外国也就是泰国买的 一个九万买得起吗 哇 这是什么情形啊 这小女生在网上就大啦啦的炫耀自己的包 这还不够 炫富的同时还不断酸亡有穷 这个包装盒我妈妈在韩国买的 一个九千买得起吗 大陆河北一个小女生近日在网上大肆炫耀自家的财富 左一个包 右一个手势 不断地在讽刺网友穷酸 画面在网上疯传 不少人批评这小女生没家教 但也有网友眼尖认为这小女生虽然在镜头前炫富 但她的房间却很简陋 加上她绣的包包 首饰 看起来很一般像假货 认为她根本是个冒牌的富家女 假炫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装腔做事的模样应该都是跟大人学来的 只是小小的年纪就如此势利 也让人不禁感叹 大陆现今社会向前看的问题相当严重 中期文蔡新闻杨兆 河北综合报道